我们知道伊朗与美国一直不对付 美国想控制伊朗 伊朗就是不吃美国那一趟 美国挥舞着经济大棒 制裁伊朗多年 面对制裁 伊朗宁愿举国过苦日子 也从来没有服软过 就在最近 伊朗与中国签署了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这让伊朗人民看到了希望 中国和伊朗的合作 让伊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那么是什么 让伊朗敢于抗衡美国 与中国合作 中东大国伊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呢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伊朗这个国家 伊朗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它位于亚洲西部 人们又称它为中东国家 这是以西方人视角的称呼 伊朗东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北面是土库曼斯坦 西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理 西边是土耳其和伊拉克 伊朗中北部仅靠里海 南靠波斯湾和阿拉伯海 国土面积约为164.5万平方公里 世界排名第17万 伊朗在古代被称为波斯 伊朗曾经也有着辉煌的历史 在公元前550年建立的波斯帝国 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领土横跨压 非三大洲的帝国 到了公元七世纪中叶左右 波斯王朝被阿拉伯帝国征服 并且开始伊斯兰化 近代 波斯逐渐沦为英国和苏联的半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伊朗逐渐摆脱英国 苏联两国的控制 奉行亲美政策 在中东地区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 1979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伊朗是世界石油天然气大国 石油出口是伊朗的经济名单 伊朗的经济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 其石油生产能力排名世界第四 石油出口量居世界第二 在中东地区 很多国家都出产石油 并且以此为生 一个个真实负的流油 这些国家除了石油 几乎没有其他产业 而伊朗则不同 伊朗不但石油储量丰富 出口量居世界第二 而且伊朗还是一个全面发展型的国家 它有自己的工业底线 事实上伊朗是亚洲主要经济主持 伊朗的经济实力位居亚洲第七位 它是仅次于中国 日本 印度 韩国 印尼和沙克国家 伊朗的经济以石油开采业为主 除了石油 伊朗的钢铁业 汽车制造业也比较发达 电子工业和工业计算机软硬件也发展也很快 另外伊朗还有自己的机械制造业 电力 纺织 食品加工 建台 地毯 家用电器 化工 冶金 造纸 水泥和质糖等工业 伊朗不但重视发展工业 同时伊朗还大力发展农业 粮食生产已实现90%自己的 伊朗农耕资源丰富 全国可耕地面积超过5200万公斤 占其国土面积的30%以上 除了相对发达的工农业 伊朗在中东国家中 军工也是非常强大 伊朗可以自己生产坦克 导弹 潜艇 军舰 雷达 战斗机等 另外伊朗还有一个先天的战略优势位置 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最重要的能源航道之一 早在两一战争期间 伊朗就曾承诺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 让美国感受到伊朗人的力 如今伊朗拥有的武器更加陷阱 封锁这里可以说是轻而易 以上这些都是伊朗硬实力的象征 正是因为伊朗自身有着硬派的实力 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伊朗才敢于作为 而今伊朗又与中国牵图25年战略合作协议 这让伊朗如虎天意 信心被增 可以说伊朗的前景一片光明 面对美国的制裁 朋友们 你们觉得伊朗会成功摆脱美国的打压与风筹吗